首先进攻肯定是要和二船就是配合出在家的正常发挥水平吧 然后篮网我是做了一些困难准备的 因为球速很快嘛 所以我就是还在找 感觉对面确实就是整体实力还是挺强的 包括他们的小球串联真的非常好 是的 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主要还是篮网的问题多一些 首先是我自己的进攻变化我会再多一些 然后其次就是我会跟二船沟通 我们的战术变化再多一些 不要让对方就是摸到我的特点 跟宿斌和关张配的时间要稍微久一点 所以跟他们俩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和撒浪的配合 我会在就是以赛带恋会多跟他去磨合 我那个他也刚来的时间不是很久 所以可能配合篮网还不是很有默契 我是这么认为 跟大家都挺熟的吧 然后平时也会都开一开玩笑 他们也会学一些中文来跟我沟通 然后我也会就是学到一些韩文 然后也去跟他们讲 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跟大家的氛围还都挺好 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融入到这边的生活里了 最喜欢的是那个汤 各种各样的汤 你好 我是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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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